今天谁拉的 广告前看到的拉尾跟沙尾 结果本以为 应该是八大关股行库 四大基金 但是您细看 全创 外资买超第一名 今天拉尾盘 我快速念过 今天拉尾盘的 外资买 投信也在买 还有同卖的 当时多得不得了 同卖的 中刚新日光 长荣航空 长荣 华雅科 所以长荣集团 最新外资很爱 法人投信也在爱 同卖的部分 开发金同卖 东元彩金 人保鸿海 难怪刚刚兵语说 鸿海很多妈的等一下 鸿海 友达广达 七党标的 是土阳同卖的 不知道从尾盘的变化 跟法人买卖 玉堂看出端倪 第一个部分 其实在最近 我们讲内外资 同步买超的新日光身上 可以发现得出来 反倒是近期来说 法人琢磨很积极 当然啦 太阳能的部分 我相信第一个 跌升是最大的优势 当然后续来讲 是不是利空的出境 还是接下来 是有所谓的一个 可能现增或者什么利多 后续去做一个观察 那另外 华雅科的部分 DRAIL 我们常讲 一样先落底的先止跌 而且最近美光的一个大涨 我相信短线上 也反映出来 先前的一个 报价跌升过后的利空出境 也是外资在近期来说 都蛮积极加码的标的之一 第三个部分 我们认为蛮特别的 其实在传产类的部分 你看哦 最近这个买超前实力里面 没有金融 过去跟过去一个月不一样 都是买金融买金融买金融 今天买超前实力 没有半档金融 但是传产类的部分蛮多的 你看没有金融 然后金融期是 本土期货当中 唯一的逆价差 其实就是刚刚斌宁有提到的部分 卖的部分反倒是金融 是卖超前实力里面 大概有四档是金融 所以我会认为 有没有可能在现今来讲 第四季的部分 在传产类的身上 会有机会冒出头 刚刚讲到航运类的部分 其实先前先走高的 我们现在之前有谈到 是万海的部分 那后面的机器比较低 因为最近油价 又做一个下滑的动作 你看长龙行滑航的部分 最近是冒出头 这个长龙行的部分 今天股价还创下 这个波段的新高 台北股市是往9000点跌破 还有股价逆势走高 这代表什么 资金往传产类股身上走 原摆的部分其实也可以留意 原摆我们有记错的话 外资加上今天 应该是连续8天的买超 那股价也是回到 这个大约年限附近的 相对低档 外资沿路以上买上来 我相信第一个 11的长价 或者是刚刚谈到的 后续性第四季的消费 忘记 这些先前沉积很久 中概相关具有题材的 不管是航运 或是消费类股 有可能成为 目前来说 这个我们讲 比较分乱之际 外资的一些资金的 一些避风港 那卖超的部分 其实权重股还是要留意 就像刚刚宾宇也有提到 从台积电 从鸿海 其实这两家公司 基本面好不好 说实在话 跟着iPhone的题材 其实都是不错的 很不错啊 对 但是其实 我们开始有讲到 外资要控制指数 因为期货还有空单 所以这个地方 还要卖权重股 你从 除了刚刚提到那几档 从台积电的身上 还有0050的部分 这也是我们讲 外资卖超最主要的原因 那今天卖超第一名是什么 就是刚刚提到 逆价差的什么 在金融股身上 开发金的部分 外资今天卖最多 你看 这个从日K线 很清楚发现 是平平的是什么 走低做破底 但是金融股的身上 又是什么 官股券商 或是政府复盘 最爱的标的 那就是 等着后面去看 到底这个内资 跟外资对作 谁会赢 毕竟选举 已经大概剩两个月了 这个地方 金融股 说实在话 上半年的获利都不错 从国泰金 富邦金上都可以看到 上半年的获利 跟去年比 都是两位数以上的 一个增长的年增率 所以后续性上来讲 我会认为说 也许外资在金融的 一个卖超之下 卖了一段路 下来之后 也许这个地方 会有机会 出现止跌的讯号 其实刚刚 玉堂在讲 那个传产的时候 我就想到 最近这个 汉未帮我掌握一下 就是很特别 也很罕见 我们上个K 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伊伊类 水泥 台泥 你看它的K 常见到拉尾盘 台泥 一二类的统一 还有包括了 一三 可能就台速 南亚 中钢 钢铁的中钢 航空 华航 海运 长荣 这些等等 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的传产的龙头 巧的它一个特色都是 波段跌幅比较重 然后尾盘它都会动了一下 它在预告 预告我卖压已经结束 买盘开始慢慢回来 对 其实大家去看中钢的越K图 你会发现 2008年以来到现在 钢铁股在搞什么东西 人家都已经涨了一大段了 反弹到哪里去了 它居然还潜伏在地上 甚至航运 海运族群 都是类似这样子 刚刚其实玉堂提到一个原版 相信现在在看电视的女性 这个投资人们 你们最近准备要去 中年庆 逛一逛 对不对 它每次到年底的时候 都会有一点力度的消息 那台泥水泥为什么会动 对 这是最特别 就是台泥水泥 可能因为跟中国大陆 那边相关的供给 有一点关系 还有现在的需求 不过我觉得很特别 就是说 为什么水泥股动了这么久 但是钢铁股却在报价上面 或者却需求上 没有一点反应 那我认为这是一点不太对称 所以我认为其实 从水泥股的身上 我还是隐忧嗅到 在钢铁或原物料族群 它日后会有补涨的机会 总之 传产已经出现了一些的 冒火 火种的味道 与您分享 今天有两位专家 追不同的传产龙头 那接下来呢 三档异常股 怪了 这个昨天还在说 盛华怎么会有一家外资 得意志猛买了 2384的分 再到K盛华 昨天打开谍停板 今天又打到了谍停板 老板今天下午 最新有新说法 我们待会再来看一下 但是呢 6.55块了 第二档 成红 今天的股价呢 发现到 跌停板 尾盘开了一下 可是看到K 它的卖压 依旧是比较沉重 沉在底部的 联发科 我们都认为它是好公司啊 就联发科 今天 开平震荡拉高 问题是在K的部分 好像又有一点点 有必要跌得这么重吗 短时间来到400多块 司长 一场股 玉堂您看到 好 第一个我们先看盛华的一个部分 因为最近波动越剧烈 刚刚这个我们讲 他的董事长下午也在这个 郑家府发表的说明会 其实就如同 先前预期啊 要卖厂房 他说说加速所谓的一个 海内外的一些 这个七大巨区产能的整合 其实我觉得是淘汰一些不必要的 或者是减审所谓的一个开销 他就谈到说 经过整合多后 一个月大约可以减少 8到10亿左右的 以上的一个支出 因为他还有很多的一个短期的债务 他要去做偿还的一个动作 那再来今天有谈到说 有可能做一个私募 引进所谓的一个 新的一个大股东的一个策略和火人 因为毕竟目前 公司还是缺少资金 这是蛮吃紧的 其实这就是跟过去TPK很像 压错了 压到这个所谓的什么 NB触控这一块 先前看好NB触控会起来 但是真的没有起来 所以他也很悲观的讲 我们讲真的 因为他说要花三年的时间 才能挺过 现阶段在目前面临到一个 我们讲在产能上面 在景气面上的一个 比较悲观 比较艰难的一个情况 对啊 我问一下 人家的冬天三个月一季 它的寒冬要三年 对 所以他的股价是10块钱不到 对对 而且是已经这个 我们讲10块票面而跌破 也创下这个波段的新低了 好 那回过头去看 我们讲为什么是异常股 你去看盛华这一波以来 其实昨天农券是大减了多少 18000多张 没错 对 那所以昨天跌停打开来 融资也减少了 所以昨天跌停打开是农券 大量回补吗 对 农券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回补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而且这一波盛华的农券 我讲实在话很厉害 为什么很厉害 如果我们下面把这个农券的一个 这个余额打出来看 它在创波段新低的同时 农券是在做增加的 对 所以当然啦 是不是有一些这个 知情的内部人士先行做卡位 当然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觉得农券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你看喔 最下方这个是农券的 一直破一直破 农券还增加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这个是很奇怪 我们把这图时间拉 再拉长一点点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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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是从12块跌下来 这个时候已经跌破10块钱的面额 已经算波段新低了 照理说第一波我们讲 这个地方可能低个 农券摊平的鱼额 这个可以理解 我们知道很多人会去做摊平的动作 但是这个地方什么 农券才开始急速的去做什么 增加的动作 就知道剩下 都也知道它会有背后 有什么利控的因素 所以我说过 这一档个股 如果你要去观察 它的一个止跌的讯号 其实不是看外资啊 要看什么 看农券 对不对 前面空的农券做回补 其实昨天的跌停打开 其实有第一个讯号嘛 昨天是不是农券大举去做减少 做回补的一个动作 但是当然 目前看下 那我问你喔 今天又打下来 又在空喔 是不是 我认为啦 空但是不至于 不至于再做增加的动作 当然短线上 农资的停损 这是第一个重点 为什么 从12块跌到6块55 有没有断头 一定有断头的卖压 所以昨天 有些先断了 有些是还没断的 今天呢 去做 再做一个砍出去的动作 所以我会认为 这个地方可能是在 筹码面做最后的一个 洗盘动作 当然这一档个股 因为短线上 我们讲 利空的一些因素比较多 筹码面也 稍微比较凌乱 那也许在这个地方 我讲过 先去看龙券回补之后 看有没有机会做止跌 也许在操作面上 也许多看扫作 是比较保险的 那另外一个我们再去看 直接看到TPK身上好了 因为同样是触控的 一个族群 我认为啦 其实今天TPK的走跌 其实跟盛华跌停 很有关系 因为你去可以看到 像杨华 我们看今天的杨华盘中的走势 今天一样 跟着一样 盛华跌停之后 杨华打落跌停 跌停板打开 对 戒面 3584的戒面 戒面 走势其实都如出一侧 几乎一样 对 所以我会认为 今天整个触控产业 是因为盛华的跌停 所以造成全面性的下挫 所以我们2384的盛华 然后在TPK再看一下 盛华没有打开 没有打开 TPK呢 中场过后12点 是不是台北股市在拉 对 对 从杨华先打开 你可以先看 杨华打开的时间最早 12点先开 圈圈不要删掉 杨华先开 看TPK TPK TPK当时锁得这样走 比较晚一点开 TPK那第三家 界面的部分 界面 界面在中间也打开了 你看这个顺序 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我会认为说 触控当然 它的一个目前的获利 或者前景 是比较不明朗的 但是说真的 这比较是个别公司事件 我们谈到盛华的部分 但是其实TPK来说 我认为它会有转机 你去观察 过去10个交易日 外资是买的 买了5000张 你说盛华 它也做回补 但是我会认为它是 当然有些强短的部分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TPK 它是在去做布局 而且最近TPK 当然了 农卷的部分 高达8000多张 那卷值比也22% 当然后续性是有利空 还是说这个地方在 仰空 后续去做嘎空 我们可以去做观察 尤其你去观察 所谓的一个 后续性的一个转机 我们都知道TPK 一直在压宝 这个所谓 Apple Watch的一个部分 我们都知道明年 可能是在2月份 会去做一个量场的动作 而且预估的销量 可能在明年部分 可能会高达 4000万到5000万 其实是还不错的数字 也许后续性上来讲 其实之前有传到 圣华的单子 转移到TPK身上 就是小米的一个手机的部分 所以你去观察 打了两个月的一个底部的一个过程 那最近外资在这个地方 去做买进的动作 会不会后续性上来讲 这个地方会打底完成之后 往上去做一个 我们讲 因为触控产业里面 获利 我们讲 量力最好的 技术最好的 台场的部分 还是看TPK 那如果说外资 真的要在触控产业 去做布局的话 我相信TPK 贺讯的一个 吸引资金的一个效应之下 应该会有所谓的 一个转机浮现 然后我们时间缩短 我想请教一个小教学 以前呢 你看它的上涨 专家曾经这么说 但它回 回不到它涨的一半 基本上还算是 有点点弱透强 是这样看吗 看这一根红K就好 这一根爆量的 红K棒的一个低点 对对对 它没有失守正式的 带量跌破之下 我认为这个地方来说 还不至于 太过的一个悲观 今天这根黑K 我认为很有可能 就是被盛华的 一个拖累所误杀的 那第三档 再去看到 这个高价股的 联发科身上 前面大家都讲 联发科很好 4G的晶片 年底的出货 其实外资 过去看多的非常多 但是反倒是过去 这大概两个礼拜以来 外资款卖 卖了多少 卖了三万多张 过去来卖了三万多张 那我认为 从英特尔要入股展讯 当时这一则 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已经是会声会影 到现在已经是 已经从间接的 一个入股展讯之后 这样的一个 利空的影响 我相信对于 很多外资的报告 开始对联发科 做降频的动作 展讯是中国大陆的 IC设计厂 市场上国际的分析是说 英特尔入股展讯 是为了要避开 中国大陆的那个 什么一些的调查 或者反垄断 反垄断的一个部分 因为刚刚之前看到 很多外商的部分 都已经遭遇到调查了 所以这地方切入的过程 第一个会想到什么 因为大陆的厂商 第一个 杀价竞争最厉害 那联发科当然 先前高通所谓的一个 也是被大陆去查 这个所谓权利金的部分 有可能这样 那展讯呢 后面又有追兵 所以大家会对 尤其外资的部分 对于联发科的评价 是在毛利的部分 有可能在明年会有所谓下滑的疑虑 像得意志就先开第一层 然后说明年的毛利率 将有可能下滑 所以获利的一个部分 有可能遭到侵蚀 所以你看联发科的KL 从500块一路掉 年限也跌破了 跌到低点 跌到440块 短时间内跌了快80块左右 当然回过头去看 我也认为啦 联发科是不是好公司 绝对是跟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 鸿海台积电一样 联发科它又是很重要的一档 权重指标股之一 短线上我也认为外资 也有可能压指数的部分 借着这样的利空 去做卖出的动作 当然你去观察 其实已经跌到年限附近了 红色这一条 对 那去观察这个地方来说 会不会有机会在这个地方 对附近先行做整理 那后续现在来讲 如果等到台北股市回稳之下 我相信外资其实在联发科的身上 应该都还有机会做回补 好 感谢玉堂了 真的公司的老板 怎么想怎么做才是关键 这也是非常罕见的 红海董事长郭台铭 他现在呢 挂足到了4G 然后跟他一样的 因为他挂足到电信业嘛 亚太电 他跟他一样是竞争对手的 这个台湾大啦 远传啦 照理来说 应该是彼此 fighting竞争的对象 怎么会 归国大哥啊 我们来一个他的 结婚 或者是说 节庆家的表吧 亚太电也合作 台湾大也合作 远传今天最新的 也有合作 哇 所以郭董心中的想法呢 其实红海郭台铭先生 他在一个做生意的哲学上 他是觉得说 商场都是一个朋友 都是结尾亲家一个朋友的观念 那他会去做这么多动作 跟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有很大关系 那个人叫孙正义 就是软银的总裁 上一次在剑洞的那波冰事件 他就点名他 有一次孙正义跟他讲说 他说我跟你讲 做这个所谓的这个电信业 电信业的生意会赚钱比较大 为什么呢 他说你看 你做一只iPhone 一只手机市场上跟你讲说 赚120到135 那不过赚手机的千分之六 可是你看他苹果呢 他这个销售的成本 70%都他赚了 他这个获利差了100多倍 他跟他建议 他说如果你将来做电信商的时候 你将会是最大的电信商 其实郭台铭受这话影响很深 他就开始结合了台湾大 然后结合了这所谓的亚太电信 然后陆国亚太电信 同时跟远传这个结尾亲家 专攻电视跟这个代工的基上盒 他为什么会做这动作 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他打算去仿效 所谓的一个苹果的模式 比如说在这边 我们来看我今天带来给各位 第一个图表 就是鸿海为什么布局电信网路的原因 第一个他打算由制造业 转为科技服务业 因为制造业毛利很薄了 已经非常低 科技服务业动不动 那个就是营收很好 像那个徐旭东也是 最近才知道他远传是赚的钱 非常多 所以他就开始从制造业 要转为科技服务业 第二个他想仿效苹果 做生态的系统 生态 对 就像比如说苹果将来 在整个的食物 这个所谓供应链里面 还夹杂着 所谓我们在今天讲 行动支付这一块 我知道了啦 它可以收权利金 科技走入生活 对 它就是整个生态系统 它是垂直整合 因为鸿海最厉害是 它可以垂直整合 所以在它走这条路的时候 它很方便 它结合电信的上下代工 整个是垂直整合 然后它 其实这些动作 大家看起来好像 觉得说放眼这个国内市场 在鸿海这样到处结清 不是喔 它的眼光是 进军中国大陆电信市场 来做一个提前的准备 它是放眼国际喔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看它整个布局结清家 那我们来看它跟哪一些公司 做一个合作 或结清家 第一个它入主亚太 入主亚太就会造成 亚太电的股价反映起来 造成了台东反映起来 造成了台阳 这是它受惠相关的 带动的股票 比如说它四股台湾大 也会造成台东跟建汉 所以你看到这些动作 在这个礼拜发生 这些股票都开始反映 结盟远传 造成台通跟建汉 然后呢 在大陆的一个MVNO执照 这个叫做什么 行动的网路的虚拟通路商 那这个也取得大陆执照 所以它也是带动这些 那我们来看看 带动这些股票 你可以看 我们先来看亚太电好了 亚太电最近也是开始 它鸿海国际以20元 购入这20%的亚太电 它卖34.3亿的这个所谓 5MHz的这个所谓平谱 给这个结盟台湾大 然后国际呢 又14.9% 四股给台湾大 他们就交叉此股的意思 然后预计明年10月 取得四肌特取之道 明年初开台 那我们再看 在上一张表格里面 所谈到的 几乎每一家都有谈到这一档 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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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为什么在这一档会受惠 因为你可以看它基本面 它在今年上半年EPS已经达到1.54 它取得北市386亿的BOT案 53亿的订单 那同时它鸿海参股台通的 跟参股台通跟台资光这一家 那台资光它是唯一国内 能取得这种新加坡跟台湾指导 那法轮人预估它今年3.8 好 我们跳回它受惠这些厂商 看它们的一个技术形态 现在为什么位置 我们看三档 一个亚太电 一个台阳 一个建汉 我们四档都看好了 亚太电来看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它的股价 最近也是有一根长红棒出来 然后两天亮说 其实如果这个地方不跌破的时候 它还是有散工的机会 那我们来看这个台阳好了 台阳在这个地方就比较弱 讲实在话 它还是在一个破底的阶段 那最后我们看3062的一个 我们看3062建汉好了 建汉在这边 也似乎在这边 也足出一个这种打双底的味道 最后我们再看台通 801台通 你看这些股票 它都是不是双重底 所以基本上这些股票 伴随着这样的力度 我觉得在鸿海 今年在电信的这一块 你可以特别留意这些 相关族群受惠股票 我要问一下汉威 他先跟亚太电信合作 坦白讲 我觉得这是门票 让鸿海本来是代工业制造业 进入到新亚太 那就是跨足到电信 这完全不同的领域 所以第一个动作 门票拿到了 第一个进入到电信业 第二个进入到电信 因为我是后来者 平宽不够宽 所以我马路把它拓宽 平宽 第二个 先把那个平宽拉大了 第三个 刚刚不是说吗 走入生活 智慧化 这是以后的生活趋势了 智慧电视 有线电视 机上 还代工机上盒 这是远传的机上盒 交给鸿海来代工 合作密切 而且是有线电视 那就是智慧电视 这就是更放大一大块 所以郭台铭董事长的鸿海集团 未来的想法是全吃了 没错 因为郭董 我想他应该很想脱离 保五保六总队的这种盈域模式 对 那大家只去想一想 你看现在几个比较赚钱的 比如说你家用天然瓦斯的 你根本换不了 对不对 因为你就一定要用 那当然电啊水啊 这些都是国营的 唯独像中华电信 几乎他的获利都是很稳定 而且是源源不绝 所以现在看来看去 唯一有机会就是 我每天看的电视 所以刚刚瑞涵真的挺要重要的 第一个我先跨足亚太 我有这个门票 对不对 其实郭董一直很想跨足媒体 那你看这个四G是一个机会 所以你看他台湾大合作什么事 如果是以前三G二G 不用讲了 因为那个影音串流速度没那么快 四G是一个机会 最后最聪明的就是跟远长还合作 来供这个有线电视 我想未来家中在看有线电视的时候 如果你还记得我们曾经讲过这一段 你可能会觉得心有气气焰 这个蛮好玩的 所以在郭台铭董事长的心中 人家说商场如战场 他不是 他是商场没有敌人 只有朋友 所以玉堂他有准备一份资料 郭董的经营哲学在你的看法呢 我不认为他认为没有敌人只有朋友 真的吗 其实这个在商严商嘛 也有可能这个现在的朋友变成未来的敌人 啊 讲得真好 对对对 这也是有可能 对对你说这些人都是他的竞争对手 没有我懂了啦 那句话应该这么说 没有永远的敌人 没有永远的朋友 没有永远的朋友 对不对 林百里就是最好的例子啊 这个原本是好骂鸡 对对 后来切入NB之后的话呢 对对对 有点小小的闲隙 但是呢 呃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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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餐柜上面的话呢 两个人还是要把酒言欢啊 而且他们郭台铭董事长 跟林百里神经十指交扣哦 男生握手哦 那现在也是这样 对对对 其实就我们讲的 好 当然现在看起来 总有用包 好像跟其他电机商很好 但是私底下 我认为也是暗潮汹涌 那以郭台铭来说 其实简单来讲 第一个他敢用人才 代表他的一个用人的一个方法 其实他的一个 之前有讲过一句话 叫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他认为一个真的要掌握到 好的人才是能够把 鸿海企业往上推升 因为他知道 尤其现阶段 我们知道鸿海这个舰队很多 旗下有很多的所谓的一个 专业级的一个管理人 他非常重视人才的部分 其实他在之前又在媒体上公开 这个要延览所谓光电的人才 然后叫一个凤凰计划 也开出这个高达年薪上看 千万加这个股票分红的一个部分 所以看得出来 郭台铭敢用这个人才 那也敢给嘛 对不对 你要请人才 你一定要花大钱 以目前来说 我们讲到在鸿海上吧 我们都会说什么 你的福利很好 什么样的福利很好 平均来说经理级的300万 你如果是挂到副总级的 这个年薪加分红 可能高达1000万左右 500到1000 外面是这样在传的 但事实上好像真的是如此 而且你看 郭台铭来说在尾牙的部分 我记得每年尾牙的新闻 大家就是注意到鸿海 最大奖要抽多少股票 对不对 几张股票 他敢给 他敢花嘛 对不对 敢花什么 刚刚讲到要结合 这个其他的电信商 中间的一个投资 他绝对敢付出 甚至在人才的一个 所谓教育的一个部分 他也敢给 就是我会认为说 郭台铭在这个鸿海帝国的一个建立的过程 他就是这个敢花敢给的一个过程 让人才愿意留在鸿海 因为我们知道在鸿海上班 同时也很辛苦 但是为什么这些人可以卖命给郭台铭 就是你做得好 你付出应有的一个这个努力之后 郭台铭也会给你应有的报酬 说到敢花 郭董今天领了好多钱 29亿现金 不要多拿1亿来买 2317 所以鸿海的股价 他愿意把它买起来吗 您的看法 我认为绝对有机会的 你看你说现阶段 鸿海的股价已经跌到 我们讲100块的面额已经跌破 而且前面还有这个除全息的一个缺口 我们当时也在讨论 到底哪时候要回天 我一直讲都iPhone 6 iPhone 6卖得这么好 而且今天还有一个新闻出来 这个大陆市场原本说 年底不去做这个发售嘛 我印象都没有说 今天有个新闻 10月中过后 大陆市场有机会 iPhone 6要去做一个销量 对 要去做一个开卖 所以我相信在这样的新闻刺激之下 拉货的效应可能会提前 因为大陆市场延到后面 那可能相关的组装厂 它是出货 营收可能比较平 因为没有这么大的需求 那如果大陆市场 它是在10月中做销货的话 也许在营收 可能在这个第四季 就会展现出来 也许股价的部分 会在10月份过后 应该会有反应 讲得好哦 因为鸿海集团 现在都在赶出货 对 不过讲到了鸿海iPhone 6 前阵子不是说 那个iPhone 6会折弯吗 结果又有人拿来测试了 答案是太夸张了 还有一个手机哦 竟然名片可以放进去 谁的啊 吃亏 吃醋 吃苦 我说 我说